全球的鸡豚擱淺的事件不斷的发生 但一般人如果遇到了鸡豚需要帮忙的时候 常常述手无策该怎么办呢 所以鸡豚协会一直在推的就是鸡豚急救术 有所谓的三要四步的原则 大家看到了其中有一个原则 说是不要站在鸡豚的前后头尾对不对 还有不要去拉扯他的胸肌尾 请向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什么原因不要站在他的前后 因为鸡豚本身它毕竟是个野生动物 如果说你在它前后 它感觉到有压力的时候 它人会咬你或者是用尾棋拍打 都会有这些 所以为了人类救援者的安全来着想 稍微保护一下自己比较好 了解 通常如果我们碰到一个鸡豚 它真的搁浅了 然后第一个动作应该怎么做 我们通常在看到一个搁浅的鸡豚的时候 它通常不一定是这个姿势 但比较正常的时候 非常可能在挣扎之后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动作就要扶症 所以扶症当然顾名思义 就是背脊向上面 但在扶症的时候有一些技巧 要稍微小心 首先小心它的胸臍 所以当然下方的这个胸臍要先把它往内收 往内收 然后看看没有问题的时候就要请助手 好 来 对 因为它通常也蛮重的 翻过去 不可能这么轻 然后它两边的胸臍都摆好以后 扶症之后下个动作是保湿 金屯一辈子栽在海水里面 它身上没有毛细孔也没有 如果说没有水分的话 它是散肉会有困难的 所以在移动的时候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可能会需要一个金屯的担架布 金屯担架布长这个样子 就两个洞是给它放胸臍的 但是我知道一般的民众在海边 不可能有这样的道具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说 就是拿一般来说浴巾 用布兜着它 让它移动 稍微保护它让它移动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 再过来保湿的时候 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盖住它身上 让太阳不要直接晒 这也呼应到 所以不能做的事情 就是不要让它风吹日晒 好 把它盖上去以后 请注意 不如如果说不够的话 够的话就整个盖起来 不够的话 背棋跟尾棋这样盖住 这是它最主要的散热的位置 至于胸臍的话 我们就把这样的沙子挖掉 让它自然下垂 然后往它身上开始泼水 第三个动作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留心一下 它的呼吸跟心跳 呼吸跟心跳 通常精臀一分钟的心跳 是五十下到九十下 所以我们测心跳 可是我们人类是按脉搏嘛 按它的心脏 直接按它 精臀的心脏跟人类 所有的部落的心脏 都一样在左侧 就是类似上这样 OK 然后通常这时候 我要请个助手来 马上帮我计时一分钟 是 另外就要谈 所以不能做 不要拉它的胸席 不要拉它的尾席 还有要请现场保持安静 因为精臀的听力 在海里面很好 在路上很模糊 因为戒指不同 但是过分地宣闸 宣闹会让它害怕 它紧张 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当我们发现 一只精臀搁浅的时候 我们第一件事情 其实第一件事情 要做到的时候 其实应该是立刻打电话求援 没错 因为事实上 那这个电话就是118 118 对…我们海巡署的 各地的安检所 都会立刻迅速的 派人来支援它 是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还是要回归到 我们保护环境 让它们有好的生存环境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两位都是长时间 关注这个精臀的生态 好 那么一定会心有所感 好 先请教一下张导 你觉得目前最当务之急 应该要如何来加入 抢救精臀行列 有哪些是我们必须要 赶快做的 先请教导 其实必须要赶快做 我觉得要分很多的层面 那我觉得当然是 首先如果是以 我们能可及的 那我觉得当然是 对于我们的垃圾的处理 或者是像我们的教育 这一块 因为其实我们对于 精臀这个东西 应该说对精臀这个物种 其实并不是非常地熟悉 那我觉得唯有 对我们的下育代有教育 他才有办法做一些改善 对 所以我觉得在拍纪录片 或者是做纪录片的 这个方式 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 希望在教育上面 做一个宣导 其实还给精臀一个安宁的大海 也是同样的还给人类 一个安宁干净的大海 这一点真的需要 大家共同来努力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老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品品今天的示范 品品你辛苦了 好 那么稍后回来提观点 谢谢你的加入 我是壮开文 我在提观点 下次同一时间 再见了 拜拜 谢谢大家的收看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